原来们的又是我老泡子,那么这是带来杀金的角色攻略 那视频内容来源于星铁的创作体验服 正是浮渔龟改动的话,我也第一时间冲刷明啦 那么先来杀金总结,整体是个非常强烈的半用型盾服 进攻性和防御区都非常强势的一个存护角色 在保护方面它能超越杰炮德 深渊12层单存护4星光追就能轻松保护队友 企业有点过于夸张的,但似乎又有点合心理了 但呀,书相的代价还挺高的 一般玩家玩纯盾就完全够用了,OK,那么接下来是杀金的技能解析 杀金,虚数存护角色,80级基础防御率655 全角色最高的防御率跟杰帕德一样 基础速度106,不仅是最快的存护角色 而且在全角色里也能排到第9名的成绩 与贵乃分,埃斯达同数,行计共提供35%的防御率 14.4的虚数伤害,10的效果抵抗,普攻 并平无奇,1点破刃20回轮,战绩回轮30点 全体获得护盾监援筹研码 提供杀金24%防御加span20的护盾,可以给加 最过不超过两倍 天赋,有杀金护盾的角色效果抵抗提高50% 这个效果抵抗是直接加在角色面板上的 所以你其他角色可以利用杀金护盾 直接触发龙骨二剑套的效果 这50%的效果抵抗面对强控的时候 效果其实没有异弦的单次免控那么好用 但如果面对持续性的负面,比如敌方的风化灼烧斗,那效果可太好了 打那个风化码的时候,风化疯狂被有抵抗 我看着都要下出生零 而杀金持有监援筹码的时候可以抵抗控制的负面状态 两回要触发一次,没错,直接抵抗 跟副鞋的效果一样是免控的 但是这个仅限于杀金自己触发 拥有杀金护盾的角色被击时,杀金获得一层盲柱 杀金自身被击时额外获得一层盲柱 也就是敌人一个群攻过来打我们四个人的话 杀金是可以直接叠五层盲柱的 如果对面一直群攻,杀金就一直追击,一直跌盾 顿越打越厚就离 盲柱,达到七层时发动追加攻击 对随机目标造成反正25防御的虚数伤害 盲柱上线10点,一般情况下这个追击伤害是不会过万的 但如果你杀金带砖5加40水2停转的话,仅需要屏幕上这个面板 你杀金就能做到常态追击2到3万,10点buff砸个6万 讲道理,这个数据能力对盾斧来说真不低的 点出杀金上行技能有杀金护盾的队友发动追加攻击后 给杀金叠一层盲柱,追到叠三层 杀金回合开始时重置触发次数 杀金发盾追击后为我方全体提供7%防御力加96杀金护盾 护盾量最低的那个人有两倍的护盾量 天赋提供的护盾量单次来说只有战金的36% 但是天赋的触发次数相对会较多,也不用浪费战金点 实战中的叠成表现相当亮眼 终结季,随机获得1到7点盲柱 使随机敌方进入金黄状态,持续3回合 并对其造成270防御力虚数伤害 我方击中金黄目标值造成的爆伤提高15% 注意这个并不是所谓的爆伤的一伤 不是让你的爆击伤害总量提高15% 而是仅仅是增加了15%的爆章值而已 面板双爆98100的真理医生 正常状态爆击5091,金黄目标爆击5416 伤害提升率为6.38 保爆击1或者爆伤1 正常状态爆击5859 金黄状态爆击6219 提升率为6.14 也就是说这个杀金的金黄爆伤被正常吸湿掉了 结果就很难我理解,无过多的解释了 密技有一定概率提高全体 防御力分别有2436 60 很简洁提高面板的一个密技没有太多的特殊点 左星际杀金防御力高于1600 每超过100点可使自身提高2%爆击率 最后提高48% 那么简单计算4000防御力拉满48%的爆击率 而且这个爆击率是直接加在面板上的 我31.9%爆击率的杀金 3900防御力 进场面板爆击率来到77.9 这个转模型非常合心 那么基本杀金的配置就是往这个4000防御力上配就完射了 六星技战斗开始 全体都有杀金护盾 此时三回合 相当于开局自带了开战技的杀金护盾了 杀金整体的技能表现还挺简单的 很好理解 杀金的护盾总量取决于杀金的战技等级 所以杀金的技能加点推荐是战技大于天赋 大于终结级大于普攻 而大伙估计也很关键杀金和杰帕的盾量到底有何差距 那么杰帕的跟杀金的护盾都是持续三回合 我们以杰帕的大招提供的护盾量做技术版本 杀金和杰帕的一起携带制胜瞬间 那这下就能非常清楚的看出盾量的高低了 那杀金一追击一战技是杰帕的87.8 杀金二追击一战技是111.4 杀金三追击一战技是135 而如果杀金不开战技 只靠追击刷护盾的话 四次追击就差不多顶得上杰帕的大招的护盾量了 而且杀金专武的基础面板是要比制胜瞬间高的 也就是如果有专武的话护盾量会更多 那杀金在护盾量是要比杰帕的安心不少的 也不用怕冲农上的问题 更别说大招还有爆霜加成了 虽然杰帕的嘲讽能力是比杀金好了 但整体的游戏体验杀金是要比杰帕的好很多的 好了那么接下来是杀金的光追对比 杀金的专武还蛮尊的 基本除了杀金也没谁能用了 或者3月7能用用但效果没那么好 同时后面这个受到伤害提高10%是异伤也是异常状态 可以触发黄泉的惨梦机制 但即使是多个敌人同时进入异常状态也只会叠一层惨梦 而杀金的其他光追我们分两个维度去分析纯盾斧考虑护盾提供量 输出盾则考虑防御面板和增伤 我们先从纯盾斧的方向去触发 首先杀金的天赋和战技护盾量提供量比例如初 天赋每次提供的盾量约为战技的36.7% 不过天赋触发的次数比较多 这道问题不大 我们以杀金两次追击一次大招做循环 专武提供的护盾量为百分百座基础的话 做出以下图表 能清晰的看到杰哥专武自身瞬间在护盾量非常接近杀金专武 护盾量为专武的百分九十七点八 再往下看五阶这就是我百分九十点六 接下来是五阶的演唱会八十六点八 五阶余生第一天八十五点三 而我们以杀金的伤害量为基准的那又是不一样的表现了 那同样以两次追击一次大招做循环 杀金专武伤害量为基础百分百 排第二的是五阶这就是我八三点二 第三的是五阶演唱会八十一 第四杰哥专武自身瞬间七十八 不过自身瞬间自带嘲讽 有可能被多次被击就能多开一次追击了 但是这里计算伤害量时把这一层给无视掉了 实在应该会比百分之七十八更高一点的 同时还有如果杀金进的真理托帕追击队的话 杀金应该是可以多开一次追击的 那么此时这就是我的大招增伤量 在总伤比例面前就降下来了 在追击队里面我们以三追击一大招来计算的话 五阶演唱会用人是八十一 而五阶这就是我跌到八十 也就在追击队里面从伤害量来看 演唱会是要高于这就是我的 把这两个表结合在一起来看 除开专武之外 综合能力最强的是结合专武之上瞬间 四星光追表现最好的是 这就是我和演唱会 两者哪个高点影用哪个就好了 追击队的杀金推荐使用演唱会 狂拳队的杀金依然推荐使用宇宙市场趋势 OK那么接下来是杀金的仪器对比 那么如果你计算杀金是纯顿斧的话 无脑四骑士加恶龙骨即可 杀金的同种搭配 躯干防御力脚步速度 背面球防御力连结绳防御力 副词条防御力百分比大于双爆 大于速度大于其他 同时杀金多少还是有点输出能力的 以前囤着的防御双爆 可以拿出来用一下了 没想到吧 没有必要给杀金充能绳 特别是没有专武和自动瞬间的 一是杀金的大招buff持续三回合 基本都能做到对单永续的 二是没专武或自动瞬间的话 面板防御力是很难达到四千防御力的 需要绳子来招补 但即使够四千防御力也没有带充能绳 充能绳对杀金的作用 基本只有对轴转火大招buff有用而已 大部分情况是用不上的 而速度斜就是固定当配的好处多多 高速可以让杀金快速刷新忙住的相关机制 免空追击这些都有效果 还能让杀金多打点 何乐不为呢 如果你杀金抽了转武 有一颗输出的心 那就有说法了 如果你想杀金输出 我推荐你把杀金变入追击队 最大化杀金的追击能力 我们以杀金纯散搭仪器 做伤害量击出百分百 杀金的队友一般都是没有降防的 量子套率表现非常一般 而由于杀金转武有负面状态 死水套非常适合 四死水比纯散搭基础高出了26%的伤害量 其次是二死水二大弓122 二防御二大弓116 二防御二死水115 二防二虚113 大火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选择不同的仪器 要注意 如果你没转武的话 就不要选四死水了 不然只有大招能触发死水的 异常状态增伤效果 而二键套子选择呢 无疑就是萨尔妥俗的追击伤害和大招伤害完美适配杀金的伤害核心 一系部位推荐 驱赶防御或暴霜 脚步速度 卫面球防御或虚数伤害 连接成防御 副次条防御力百分比大于双暴大于速度大其他 驱赶和卫面球的选择选不选防御力呢 取决于你的面板防御力够不够4000 够4000的话呢 就带暴击一虚数球 不够的话呢 就带防御一防御球 在我个人的仪器搭配里面 如果全仪器包括光追 没有提供额外防御力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 你一条防御力百分比都没中 那么四星的光追呢 大概是在3000防御力出头啊 而沙天专武 依然能达到4000左右的防御力 所以呢 基本就决定 四星光追还在为防御力头疼的时候呢 沙天专武已经可以将溢出的防御力 转化为输出能力了 算是说到底啊 沙天毕竟还是个盾服 虽然是目前为止输出能力最高的盾服 但是相较于主C的输出能力呢 沙天还是差远的 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玩家呢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必要为了 沙天输出能力去特意抽专武回来的 你看这就是我演唱会宇宙市场 不过都挺好用的嘛 好吧 那么接下来是配对思路 沙天的主定为了仍然是泛用型盾服 可以进入任何一个队伍担当盾服 而且整体的容错和输出能力 都要不结巴都要更好 但是呢 嘲讽能力倒是没有结巴的输射啊 不过与伏弦做对比的话呢 在增伤和防敌方的对单爆发方面呢 则没有伏弦出色了 那伏弦呢 就是属于一个对单防爆发 比较怕群攻的 而沙天呢 则反过来偏防群攻 比较怕单攻啊 仍然是个有特色 再进一步配对的话呢 就是追击队和黄泉队 在黄泉队里面呢 沙天不管是带专武还是宇宙市场呢 都能很好的 在做到本身存护作用的同时 还能提供一点额外的输出能力 和给黄泉充能的作用 而且大招本身呢 还有对单的异常和增伤能力 水是目前最适合黄泉的存护角色 而沙天进入追击队 这里特制以真理医生为主的追击队 平常二追一大的沙天呢 可以变成三追一大沙天 如果沙天带上尊武 打点输出补补补伤害 甚至还能弥补一下 追击队的对群弱势 再甚至如果你的拖帕练度偏低 你可以直接让沙天顶替掉拖帕的位置 上两个辅助提高真理医生的上限 但是克拉拉的醉武则不推荐编入沙天 沙天抢着讽 克拉拉少被击一次就损失 好了 那么接下来是沙天的新魂 一魂持有三金护盾的我方目标提高20% 释放大招 全队获得相当于战技的沙天护盾 非常不错的新魂 但是整体收益呢 其实并没有专过的10% 一伤害好 二魂普攻降低目标12%的全抗 虽然是稀缺的降抗 但是普攻对单降 效果不太明显 如果是追击降抗的话这将非常牛逼 四魂提高了沙天的整体的输出能力 而且追击前先提升了40%的防御 沙天的仪器呢 可以进一步选择暴双一须入球 但是呢 对于四魂来说 这个造价有点过高了 六魂相当于稳定提升了150沙天的伤害 乍说呢 这个四六魂呢 收益不是特别高 整体新魂收益呢 都不如一个专务的收益高 克兴性下比 专务大于一魂 OK 那么沙天的攻击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1T0级输出型群盾存护 解怕的尚未 与浮宣相比的话呢 略微惧怕敌方的对单爆发 但是喜欢对面打群攻 2光追 存顿斧的话呢 命运从未公平 也就是专务 大于自身瞬间 大于这就是我 大于演唱会 大于一生 输出命运从未公平 大于这就是我 约等于演唱会 大于自身瞬间 大于自上命运 3一气 存顿斧 四骑士 加二龙骨 输出盾 今有专务 选择40水 加二天转 躯干 防御力百分比输出 可以带爆伤 脚步 速度 微面球 防御力百分比输出 可以带叙述 连接绳 防御力百分比 副词条 防御力百分比 大于双爆 大于速度 大于其他 4配队 翻用型盾斧 理论可敬 任力队伍 进入追击队 效果更好 其次黄泉队 5 刻进性价比 专务 大于一魂 杀星体验下来呢 不管是进攻还是 保护作用 真的都要比 杰帕德效果更好 如果还没有好的 成功角色小伙伴 就可以直接入手 杀金了 但是 如果你已经练了 杰帕德 或者伏玄 且两队都有相对的 容错角色了 其实你花一斤的价格 与其抽杀金回来 还不如补一下 你祖C的新魂会更好 就比如你杀金 进黄泉队 与其花两斤 抽杀金 0加1 那不如直接抽 恶魂的黄泉 是吧 除非你杀金 是准备进入 真理脱话的追击队 那这个杀金 就非常值得收取了 也就是说 虽然杀金在 存护方面足够强了 但是不足以 碾压主C输出的数值 在已经练了 存护角色的情况下 把老存护 换成杀金 提升幅度有限 考虑性格比的玩家 可以斟酌一下 好了 那以上就是杀金攻略的 全部内容了 如果觉得视频 对你有点帮助的话 请点赞 支持明镜 我是老板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